大家好,我是木珠 今天要介紹的是關於龍克的選擇與裝備 這裡包括單隻角色的武裝龍克 與組隊時隊伍成員的裝備龍克選擇 首先,可以看到目前遊戲內有10種形狀的龍克 大致上可以分成圖中的兩個大類 分別是大量改變盤面與產生強化符石 大多龍克僅擁有其中一種功能 而轉動龍印則是兩者兼備 武裝龍克的形狀則變得更少一些 直接切入這次的主題之一 一般玩家看到那一排武裝龍克該如何選擇呢? 現在環境比較常用到的是改變盤面的龍克 而其中以映照龍服為優先 除此之外,第二推薦的是轉動龍印 推薦這兩者的原因後續會說明 推薦大量改變盤面龍克的原因是 現在環境要依靠龍克去整理版面的情況 比起單純造出強化珠去破盾更為泛用 最簡單的舉例 以前五屬強化盾解得枯天喊地 現在隊伍技或者是主動技就可以簡單穿盾了 而累積30屬性珠盾、10力印記盾等 反而龍克還能簡單的綠珠 甚至能夠控訴一格隊員去放其他的卡 同樣是輔助解頓 但前後者的難易度有明顯的區別 其中,改變盤面為什麼會推薦龍服呢? 原因是相較於其他兩者 更容易綠出只有三種、兩種 甚至是一種服飾的版面 而龍印部分呢 除了同樣可以大量打亂盤面之外 主要能夠配合編號147號 攻之狂暴龍印 也就是俗稱的九風龍克 達成條件後 無差別延遲敵人兩回合 仍有不錯的戰術價值 接下來,另一個主題是 組隊時該裝備什麼龍克呢? 可以從龍克的主動技能、集氣方式 與形狀要求去判別 這些並無先後順序之分 都一樣重要 仍要依關卡或是隊伍的需求去做取捨 首先,從龍克的技能講起 主動技能是隊長裝備的龍克才要考慮的 比如關卡有一個攻前盾需要處理 那可以找能夠解決相對應的龍克技能去應付 例如最直白的直接無視攻前盾 或者是更性、迴避都可以達成類似的解盾效果 而被動技能則是提升三維 入場解CD、條件被攻等這些 有時候血量或是CD數就是差一些些 那可以考慮這類型的武裝龍克 通常角色限定裝備的龍克 會有更明顯的被動技互動 其餘像是關卡限定的混沌值場景特性 這時候可以考慮使用風王龍克 去提升通關的舒適度 再來是集氣方式的選擇 當關卡或隊伍要求開龍克的間隔很短時 為了存回龍克能量 集氣方式會顯得格外重要 條件4C以上的並不推薦 因為正常集氣速度相對較慢 攻擊次數或是消除符石可以依照隊伍特性去做選擇 比如克魂或是戰爆這種追打類型的隊長 集氣模式是盒裝攻擊次數 包子盒就是個不錯的選擇 最後是形狀要求 除了最基本的隊伍三個同形狀才能觸發全能力之外 還有稍早提到的綠珠跟增傷 綠珠已經說明有顯著的輔助解鈍功能 增傷也是龍克的優秀能力之一 三星龍克35000分可以拿到最高增傷3.25倍 假設現在不用龍克技能 只要求高增傷 那去選任何一個能夠高分的龍克類型是沒有問題的 今天選擇與裝備龍克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